平川说的硬天天聊我们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那本场对抗FQQ算是预见了一名老对手啊 上一次的话他们在EID图上 那对手直接把FQQ给Rush了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FQQ能否复仇成功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为地图选择是TS 一张比较大的EVE地图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红色的人组 ID叫玩魔兽养猪 这个ID真的是骚了骚气 没错又是FQQ大Q神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一名蓝色的亡灵 ID叫1GHSK11D 这也就是FQQ的老对手了 前一次他在EI上直接Rush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发挥 首先看看英雄选择方面 亡灵选择的依然还是DK 死亡骑士 坟场很早就放下了 依然是一个科技折旧的开局 好我们看一下FQQ FQQ这一局的话依然是先造鸡弹 不造兵营 首发的是血法师 但是并没有双敲 这一局打法还是有一些改变 家里很早就放了一根塔 确实没有塔的话又没有兵营 家里的话就比较危险了 这边拍了一个小师生 过来侦查一下 首先先把这个小动物解决 等英雄出来直接可以招骷髅 这个细节还是非常的细 过来确认一下一看 诶 FQQ你感觉还是没有长技型 家里的话依然没有放兵营 血法师一出来赶紧练几 赶紧练几 对于FQQ来说 英雄不到三级完全就没有灵魂 过来的话直接练一下孤中兵 上来看看勾了一个闪电盾 要不要烫一烫 小师生过来尽量拖延一下对方的一个练击节奏 这边FQQ赶紧抢个黄皮 这个黄皮千万不能被对方抢掉 好放把火一烧五级罐烧掉这边的话打了个大雪 DK赶紧过来 哇DK为了第一时间过来升的是光环 你看信升光环尽快的速度过来 这里的话 哎抢了一个智力加三可以的 也没有枉费你升一下光环啊 没有升C啊 这里看看在A下对方的一个小农民 那这边血法师抽来啊 随便你抽反正我的蓝也没啥用 另外一边看看 第二把火再一放 这边DK撤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三级怪A掉吗 还是被对方给A掉了 那这边继续招骷髅 继续招骷髅杀一个小农民 目前的话黄皮没有蓝啊 招完骷髅之后可以把这个黄皮给处理一下 再一刀 终于把这个小农民给炒掉了 这边两个骷髅过来 哎 盯上这个黄皮 血法师说 哇大哥我有蓝 给你点蓝 那这边黄皮赶紧驱散一下骷髅 接下来继续继续给 又驱散一下 哇两个骷髅全部驱散掉 一边另外一边这个黄皮看看能不能逃生啊 DK一直在抓一直在抓 哎 但是他回到家 家里有一个 家里有一个圣塔 不敢进去 进去有可能被对方给围住 双方前击的话 斗智斗勇 DK真的是为了抢怪 不择手段 一技能生的居然是光环 一般生光环的话 狗流比较好用啊 你后面蜘蛛流生光环 用处没那么好 这边蜘蛛路马上过来 这里DK一看 哎 暂时呢 抓不到对方 把这个三个一级怪给练一下 另外一边的话 薛法师继续乔民兵 速练三级 这里练完的话 应该还要差一点经验值 薛法师第二把火再一放 这有蓝啊 放这个猎用风暴就是舒服 薛法师鞋子单传 全部安排好 这里打了一个眼镜 看看这边差六点经验值 六点经验值 哎 来练一下这片狗头能可以解决掉 抽一下DK的蓝 DK的话随便你抽啊 这里再处理一下这个蜘蛛 另外一边 再敲两个小民兵 他觉得这里还有三个一级怪 练完这刚好到三 可惜可惜啊 失算了 被对方已经练完了 过来一看 大失所望 这什么情况 薛法师一看 哎 还得我亲自动手才行啊 过来的话放把火 杀一杀 杀一个骷髅就够了 一个骷髅倒下 薛法师金光一闪 黑我到了三级 三级之后啊 薛法师节奏来了呀 可以去对方家里疯狂疯狂的骚扰了 那这边亡灵 刚好二本生好了 二本生好 家里的话到时候可以多步这个小师生啊 薛法师继续去追杀 那这里有一个蜘蛛啊 不是特别的健康 而赶紧跑 但是DK的话 也没有C 也没有蓝 另外一边 两个骷髅去酒馆 要随时准备自己的第二个英雄了 我们看一下 亡灵 第二个英雄会选择什么英雄啊 如果是选择那家 或者火魔之类的 那肯定是要提二了 如果是选择小黑啊 什么还有什么大屁股之类的 那应该是打一个发育战 好 这里追杀了半天 还是成功啊 把对方的这个蜘蛛给干掉了 那这里的话 薛法师是有斜的 DK没有斜 速度的话 还是薛法师稍微快一点 这边啊 果然果然 亡灵还是选择阿发纳加 打一个比较强势啊 前级比较强势的英雄 兵剑了两下 哎 小细节稍微有点差 可以考虑卡一个位置 没有去卡 还是率先用兵剑来消耗一下 这里的话 五十多滴血 五十滴血 极限逃生 再也追不到对方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人族二本省好家人 他补了一个铁匠铺 第二个他也补了一下 这边上店已经造好了 薛法师赶紧回家补一下状态 亡灵的话 看看 哇 小四身拉过来了 那这一局亡灵 依然是打得非常激进的一个大法 又是过来Rush 家里的话 看看二本就好了 不会升三本 后面的话 脚绕车出一点 盒子多出一点 这边人走赶紧买个黄皮 加加血 家里的话 看看 神秘圣殿好了 这里还可以放一个车间 出小炮 可以的 你敢TR的话 我出点小炮 还是可以硬钢一波 好 王林 直接放个腐蚀 直地要开始进攻了 FQ家的话 只有两根塔 说实话 不是很多 薛法师 这边状态不得差不多了 可以考虑 过来正面硬钢一波 好 王林直接在前线 造通灵塔 造这个屠宰场 度过位置 造的有点靠远 这里 FQ赶紧补一个车间 赶紧补车间 薛法师 二级烈焰风暴一放 DK没有C 说实话 蜘蛛排难救 这边只能靠自己的一个拉扯 好 薛法师 继续抽一下 那家的蓝 薛法师 这个英雄 真的让人非常的郁闷 这边薛法师有邪 继续追杀一下蜘蛛 这个蜘蛛应该是保不了了 这里反杀了 对方一个黄皮 然后再招两个骷髅 这一波看看 二级烈焰风暴一烧 听说你想在前线造塔Rush我 我薛法师不同意 不过这个时候 那家在 比较强势 薛法师正面刚还是刚不过对方 好 先把对方片远一点 然后单传回家 家里的话车间造好 要出小炮了 小炮一戳和对方打一个僵持之战 你进攻 我防守 那这里的话 屠宰场还没好 对方小炮已经快好了 速度的话还是人组比较的快 那这一局地图还是太大了 地图还是太大了 不过亡灵家里这脚肉车赶到了 家里的脚肉车赶到了 第一时间 先把对方的这个商店给处理一下 这里薛法师 什么时候放火 那家 先把对方的黄皮处理一下 这个小炮操作有点小失误 居然钻了出来 这里想杀一个薛法师 薛法师有个大雪直接吃掉 薛法师大雪直接吃掉 放一把火 控一下你的阵型 薛法师 这里有一个洞还是可以钻进去 先把你的这个商店给处理一下 有脚肉车 这边还在补脚肉车 这个商店应该是救不了了 救不了了 这一波FKQ有点小危险 被对方堵在家里打 薛法师还有身上的话 还有一个雪瓶 这边 前线的话 王林有小四生吗 修一修这些车子 好 脚肉车继续输出 这边一把火一放 哇 一色一血的蜘蛛 往后拉扯一下 发了一个圣骑 圣骑有圣光 哎 想杀DK吗 暂时没有杀 这边的话吃了一个血瓶 FKQ全家老小民兵敲了出来 这一波 看看能不能成功把王林的基地全部拆掉 现在的话 两辆脚肉车往后拉扯一下 那家走打走打 哎呦 脚肉车没有操作好这个 这边的话 被女巫捡了一个素 FKQ细节很细 特意还捡了一个素 这边的话 先把你拉出来再打 现在王林有盒子 这个补气能力还是比较的强 好 脚肉车往后拉扯一下 过来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女巫给解决一下 先把一个男巫处理 然后血法师继续抽篮 这边民兵 哎 把这个脚肉车给围住了 这一波的话 双线操作 王林还是差一点 脚肉车处理一下 这边小四身也处理一下 这一波的话 王林 一夜回到解放前 很多东西全部打掉 得想办法再把这些东西给补起来 这FKGO就靠两个英雄 再加上一些民兵 成功把王林的一波Rush 最起码是拖了王林Rush的很多一个时间 小炮冲了出来 哎 想杀一下那家 这边盒子再奶一波 哪一波 这里想杀一下这个小炮 小炮的话被申请是一口奶了回来 好 想杀这个那家了 那家身上没有血品 前线的话 王林还在补脚肉车 这一个盒子 加加血 起 走打走打 哎 这边小狗 其实可以拉一个过来 还有一个小狗的状态还行 哎呦 盒子的话又要被对方给A掉了 那这一波王林 哎呀 这个自己的打法没有实现 FKGO一波民兵 把FKGO把王林这波的打法全部给解决了呀 怎么办 前线的话又有脚轿车和小炮在对抢 那民兵再一次敲出来 脚车车能操作过来吗 我们看一下 这边反应过来了 脚车车还在拉扯 民兵跑的速度是真的快 这一波的话 王林加连还在补蜘蛛 还在补蜘蛛 这一局FKGO的正面还是比较的强 比较的强 前线再把这个东西给解决一下 小炮加上女巫 然后圣骑配血法师 这个搭配确实非常的不错 那王林的话撤退到一半 再练一些小骑 看看DK能不能练到三啊 这一局的话 DK的等级一直不是特别的特别的高 前线还有一个屠宰场 好 人族这里先把这边分框练掉 练成之后可以考虑开个分框了 一般是吧 对方Rush失败之后 经济会比较的炸 那人族可以趁势扩张一下 薛法师我们看一下 即将到四级 然后圣骑式的话 已经二级了 那接下来可能是轮到人族进攻了呀 人族进攻 然后各种屠弄 王林我们看一下怎么防守 这边打了一个纸环 DK的话升到了二级半 前线的话 屠宰场已经被人族给处理掉了 家里的话看看 FKGO直接升三本 然后家里再补一点塔 FKGO呢还是喜欢打一些偏后期的玩法 看一下这一局 他想用一些什么骚的套路 这一波看看 双英雄 补一下状态 然后边练节边补解 王林的话 二本Rush失败 转型升三本 那双方都开始升三本 打一个大后期了 这一波王林继续练 那目前人族正面 在野外的交战能力 不是很强 但是打防守反击还可以 所以现在王林 趁自己这个兵力的优势期 赶紧练练节 把DK和那家升到三 后面的话 秒英雄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这一波看看 FQQ的血法师跑哪里去了 血法师应该是隐身了 好 看来半天消失不了 原来又在外面搞事了 这边一把火 王林反应的稍微的有点慢 死了一个小时生 这边三本生好 三本生好 这得赖在家里不走了 又放一把火 听说你走 那我这边二级火疯狂的烧 另外一边 王林赶紧回防御下 这边圣级是继续练 另外这一波即将到三 三级圣级是二级圣光 后面续法师放火 圣骑士二级圣光 这王林好像 哎呦好日子到头了 好 续法师撤退 撤退到这边的前线 哎呦还能抽点蓝出来 抽点蓝之后 女巫引个身 是吧 又可以去搞事了 圣骑开始 按一下这个 哇 5G狗头蓝 打了一个一人面罩 谋法恢复速度 提高50% 王林这里继续坑吱坑吱链 刚才打了一个洗血光环 可惜你不是狗流啊 蜘蛛流的洗血光环用处不大 再打了一个大无敌 那家的话 也是即将升到三级 DK可以让一下经验值了 这一波人组 一个四级 另外一个马上也要到三 还在碰狂的不等级 家里的话 看看300马上升好 出了一个飞机 反影的作用 王林散发了一个力气 三英雄 集结完毕 人组这里的话 圣骑士马上到三 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级的便捷巫师能出一个什么好东西 好 A6 打了一个抽篮棒 还可以的 血法是抽能抽 我圣骑士一也能抽 DK三级 力气的话 还没带球吗 300升好 有钱的话 可以去买一个球 目前资源方面的话 人组1600块钱 这个存款有点多 王林的话是300多 稍微差一点意思 我们看一下 FKQ接下来怎么玩呢 人口方面的话 现在人足38人口 人口一直没有去报 王林有45人口 王林的话 坑直坑直练 分框不练吗 还是先练一下外面的一个点 然后力气带球了 力气带球 这边小炮 加上男女巫 打阵地战的话 还缺少一些 还缺少一些破法 哇 他还是想出事救来的 然后宣法师 又过去对方 对方家里搞事了 二级火一放 王林这个经济有点炸呀 半天采不了资源 不仅如此 我还要去烧你的通灵塔 DK单传过来 一个人来守 DK的话你好像是有点守不住 一发C 对方的话可以抽一下你的蓝 再放一把火 再放一把火 然后再抽一下蓝 哇 两个通灵塔马上烧掉 这边矿盖子 小四身在修 好的 有点修不过来 DK身上有一个蓝瓶 看看要不一发C 把削法师给带走 一把火 把这两个小四身给照掉了 那削法师还是比较谨慎 赶紧交一个TP DK呢把蓝瓶吃掉 但是没有C出来 好 这一波的话 王林大部队还想继续Rush 已经到了王林族的门口了 把大军押近 削法师继续引申 前线补了一个兵营 那王林现在40人口 集结完毕 人族呢 也有38人口 削法师的话可以买一个回城 买一个回城 又要去对方家里开始骚扰了 那这个时候人族又要打一个防守反击 哎 两个盒子没有操作 王林现在两个盒子没有操作 部队有点多 一时反应不过来 两个骷髅跟着DK 马上过去进攻 那另外一边的话 圣骑士来守家 削法师去骚扰 这FK哥有点骚气 家里的话 石旧马上也要出来了 石旧马上也要出来 骷髅完全冲 这边的话 圣骑士快去忙个买个无敌 另外一边 削法师 哎 我又来了 这王林你敢信啊 现在的话 小士生都没补了 一把火一烧 还有两个隐身小炮 哇 那王林完全炸了呀 换盖子通灵塔全部没 补小士生都补不了 直接怒退游戏 这游戏没法玩啊 好 我们恭喜FK哥 这一集的话 FK哥算是复仇成功 是吧 同样的打法 我还是可以复仇成功的 好 我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